做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图的部分就把它加进来 那图当然这个地方重新整理一下 它这个是我把它存成叫做0305 所以在这里出现 出现以后的话呢 拖拉过来就可以把它置中 它要求我们这个地方不得有毛边现象 所以这个尺寸一定要很注意 然后加入超连结 超连结的地方点下去 插入超连结 超连结要连到index里面 所以这地方的话我们就找到index 特别注意它的目标框架要覆盖整个 所以呢整个网页的话呢就是整页 特别注意整页 确定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子就完成这个图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背景颜色 格式背景这地方调一下 背景的地方呢要什么颜色呢 其实用拆也拆得出来 就蓝色 我们前面都有讲过 然后边界的地方在进阶 反正上边界跟左边界呢都在同一个位置的地方 然后呢按确定 再来的话呢高度要多少呢 框架框架内容 高度要是像素 多少像素呢 没有一百一百二 有没有 一百五一百二 没有刚刚好一样 所以就一百二 因为我们刚刚的框 底框大框是一百五宽 一百二高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就是高 记得是像素就可以按确定 这边有个Enter键 Enter 有个段落 不过到时候呢 其实我们这样看起来 我来看一下 在浏览器中预览会比较准一点点 看看是不是刚刚好 而且呢是不是有轮波的效果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就二十分不见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下面 下面就有一个空隙 这个就是所谓的毛边现象 那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Following Page这个地方 Give and Matter 就是说加入这几张图的 我们刚刚有没有 底框大小一定要是 一百五 然后一百二 好一百五一百二 接下来的话 把那几张新增进来 我刚刚讲过就是 八十十二 然后插成新的画格 不过呢 有的时候像这一张 我看一下 点两下 在图上点两下 没有它不是一百二 它是一百一十九 所以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 位置宽高比要打勾取消 就是说呢 你在打勾 这个地方进去还要看一下 没有那么 因为Vista刚刚可能那个地方数据不对 所以呢 我们Shift还是要进到里面 再把它改成一百二 这样会比较保险一点 否则你到时候呢 一看 哇奇怪 下面怎么不对 就差这个步骤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最后再把第一张删除 然后Shift按住 画格内容这边就一百 再来一次 其实就可以了 把它另存新档 0205 盖过去就可以了 是 那这样子呢 我们再回到这边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有没有 就没有毛边现象了 这个地方 点下去呢 就是回到整页的画面 这个Gift and Made 那这个地方就可以不用存档 好 那再来的话 Title 已经完成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 这个Menu部分 Menu部分 一起来看 格式背景 第一个这背景颜色呢 它要求我们就是 FF00FF 那个Menu的地方 第一小题 按一个确定 确定 再来的话呢 它的这个按钮部分 我们已经做了 这三十分的地方 然后呢 它这个1 总共要插入一栏七列的表格 然后框线为0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表格插入一个表格 一栏 所以一栏七列 一二三 七列 框线为0 所以这个地方框线要0